面對學校不適任教師處理方式 雖然有教評會制度 但全教總認為是原木求魚 反而產生更多問題 因此全教總以美國教師同儕協助 和審查方案為藍本 提出教師法修法版本 設立教學專業審查委員會 希望在教師法第十四 之四條增定教師設有教學不理 或不能勝任工作情形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 得移送教學專業審查委員會 調查輔導 經輔導成效部章 專審會得繼續輔導 之前解聘或不續聘建議 並送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 宣示教師組織提升教師素質決心 參考美國的一個同儕教師協助制度 我們引進這個制度 來作為我們處理 不適任教師的一個機制 檢測這個老師是否適任的 這樣的一個作業 能全權由這個小組來處理 避免干擾學校的一個教學 跟行政能力 我們希望引進這樣一個制度 能夠把它名列在法律裡面 教師公會也提到 美國同儕協助和審查方案 簡稱PAR當中的專審會 除了指派教學專業輔導員 對一次不適任教師進行調查輔導 再由專審會依照教學專業輔導員 輔導報告進行審議 再送教學校教評會評議 這樣的制度兼具同儕輔導 及教學評鑑目的功能 就是它這個PAR 這個名稱裡面的所顯現出來的特點 就是它不只是評鑑 它還伴隨著輔導或者協助 PAR制度裡面還有一個重要角色 就是PAR小組 PAR panel 那它事實上是這個PAR制度的決策者 以及CT這個工作 不是任教師該如何處理 教育部對此也擬修正教師法 準備引進外部人員進入學校教評會 學校總則先行提出主張 希望教育部相關單位能夠重視 有效提升教師教學效能品質 今天的傳播在臺福室裁方報導 中文字幕——YK